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下探到了127.823 那走势呢是呈现了牛市攀升的态势 相对降落指标RSN也是呈现了向上的动力 如果的比价呢依然能够保持在127.25之上的话 有望呢再次反弹 首先上升到128.50之后呢上升到128.85 如果呢比价进一步的下滑 并且能跌破127.25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26.65之后呢 走来到126.10 再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状况呢 进入周四是出现反弹的 那黄金的价格现在上升到了 每盎司1268.40美元 而白银的价格则是小幅下探到了 每盎司17.61美元 那赢价的走势是呈现了熊市下探的态势 那受到呢之前一个轨道线的压力线 所以呢未来呢可能会有所呢盘整 但是呢反弹的空间呢会比较的有限 如果呢整个的价格依然是在 每盎司17.76美元之下的话 可能会首先滑落到每盎司 17.50美元之后呢 走延到每盎司17.42美元 那如果比价呢能够呢再次上升 并且突破呢保持在17.76美元之上的话 将有望能够上升到每盎司 17.88美元之后呢 上扬到每盎司18美元 以上就是来自于会市和贵重金属市场 最新的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追尽三种财经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